我们的外线总长是6000多公里 以往的那种巡线模式的话 一般都是通过人工去巡线 我们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还有物力还有时间跟金钱 现在希望通过这种无人机技术 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外线管理的一个工作的效率 我们的巡线环境的话是一个山林草虫 天气的话就是比较炎热 容易中暑 有时候可能遇到蛇 虫 以总体来说巡线工作就是比较辛苦的 我们公司总共有6000多公里长的外线 然后其中我们柳州管理处的话 国外管线长度的话就有630公里 其中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山区 然后如果通过以往的那种人工巡线的模式的话 然后就会通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 通过采用这种无人机的技术的话 就可以弥补那些巡线工巡线带来的那种不足 当我们第一次知道中石化华兰销售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有6000多公里的管道需要巡线 而且这些管道大部分在山区或者是更复杂的环境 并且他们要求全线的飞行都由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来飞行 而不是通过一个第三方公司来承包服务 他们是想用无人机巡线来逐步替代人工巡线 他们的作业规模跟飞行频度都是很大的 据我们所了解全世界范围内的话 都没有像他们这样作业方式 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前期的话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跟他们一起 到现场去调研飞行实验 最后客户对我们这个产品也是比较认可 他们在实验过程当中 也逐步认识到我们的飞机 是市场上最好的最稳定的 能够满足他们的作业方式的无人机 麦克罗的产品在这么多年来的中国市场 一直都是以产品非常可靠 质量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这样一种专业形象展现在市场上 中式化的客户的话 之所以选择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生化这个项目 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丰富 而且它的设备使用区域非常广泛 所以我们基于MDC-1000系列飞行器 这非常优秀的飞行器平台 被客户提供了数个解决方案 对于日常巡舰 我们提出了可见光巡舰方案 它是基于视频流的方式 帮助客户去采集 及时发现通道上的 占压施工等违法行为 客户也有应急方面的需求 为此我们提供了喊化器方案 以及基流无人机系统 当发生突发情况时 客户可以使用 基流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空中监测 同时可以使用喊化器进行调度指挥 中石化华文销售公司这边的话 觉得我们公司不仅仅只是卖飞机 而我们是给他们做一套 完整的飞行巡舰方案 在我们辖区嘛 山区比较多 对无人机飞行的话 首先是可靠性一定要高 山区因为飞机放出去 有些地段的信号是无法接收到的 如果可靠性不高的话 经常坠机的话 悬线效率是很低的 航线规划的时候 主要注意的问题是 航线上面的障碍物 我们一般到现场是踩点 高压线啊 高山啊 查看现场的高度 然后定航高 让飞机安全地通过 我们管线比较长 每天巡舰的路程也比较长 只有通过这个接地飞行 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接地飞行的话 就是我们人员分成两组 第一组人员在A点起飞飞机以后 直接赶往C点 二组在B点接到飞机以后 就赶往D点 通过这样全团的模式 完成这个接地飞行 正常情况下的话 大概飞在10到12个架次 飞行的距离 大概也是60到80公里走进 我们华南公司采购了总机 10套MD型号无人机 然后已经配发到各管理处 进行无人机的巡线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巡线开展工作 还是非常良好的 MD无人机的话 现在目前飞行的里程 总共是将近4万公里 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面 MD的飞机给我感觉是 比较可靠的 从售后这方面来看 我们遇到的问题 跟厂家这边协调 都很快就帮我们解决 我自己的话觉得 MD这飞机在我 在外场使用的时候 我是比较放心的 MD这飞机 在我们管理处600多公里的线路上 已经旋转了7次了 旋线里程已经达到4000多公里 很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旋线效率 之前我们有很多地方 是人工旋检是无法到达的 然后通过这个无人机 把它全覆盖了 旋线效率提高了 事实上呢 MD并不是第一天来到中国 早在2009年 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 甚至可以说 中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是由MD来开创的 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在中国 有超过400个专业的客户 他们分布在测绘 海洋 石油 电力 消防 安防 等等非常非常多的领域 目前为止 我们公司的话 就是通过无人机技术 然后已经实现了 就是日常外管线的一个巡线 通过这种高空视野 然后对这个管线进行巡查的话 可以多方面的 就去了解我们管道周边的 那种地形环境 对那种地质灾害 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地质灾害防治 也是无人机管道巡检的需求之一 为此我们提供了MD Mapper DG MD Mapper LiDAR 等专业无人机航测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帮助 像中实化这样的 非测绘专业领域用户 简单快速高效地获取 专业的航测数据成果 接下来的话 我们打算进一步地开发 我们这个无人机技术 在我们管道管理方面的 应用的潜力 进一步地加大我们那种 夜间巡线 然后通过我们每天的 一个无人机的巡查 然后来实现对这种 重点区域的一个重点防护 现在的话也在开发 一个无人机的那种管理平台 通过巡线 然后收集的一些数据 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分析 得到一些 我们需要得到的一些 数据的结果 有利于对我们这个外线的 那种隐患进行一个排查 在未来 麦克朗斯仍然会秉持 这样一种理念 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产品 对用户来说 一定是生产力的工具 而不是一个玩具 用户在使用我们的无人机产品时 能够借用成本 能够提高效率 甚至能够创造效益 只有这样 我们的无人机 才能够给用户 带来真正的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